對於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 我們警隊絕對不會容忍 也會盡快搜集足夠證據 拘捕犯案的人士 白衣服 黑衣服 任何人只有犯法 只要用暴力 我們就去徹查 元朗721襲擊兩年 截至今年7月 警方拘捕了63人 當中48個是白衣人 這個數字是多還是少 有多少白衣人還未歸案 立場新聞分析60段 總長約14小時的影片 嘗試找答案 當晚第一場打鬥 是白衣人在鳳悠北街追打廚師 大約一小時後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也在此出現和白衣人握手 這兩個場景 我們收集到四條片 記者透過白衣人的身形 衣著 隨身物品等特徵 追查白衣人的行蹤 我們認到至少九位白衣人 其後都在元朗站的襲擊現場出現 我們用同一個方法 分析涉及元朗站大堂 月台車廂 應龍圍 營點 南邊圍的五十幾條影片 一共辨認至少有三百四十三名白衣人 當中一百三十名白衣人涉嫌私襲 一百零五名涉嫌持有武器 十一名涉嫌紙罵 其餘九十七人涉嫌在場聚集 手中白衣人暴動案中 法官認為除了襲擊 就算持有武器到場 有份紙碼 都屬於以鼓勵者身份參與暴動 而將離二百四十六個白衣人 扣減警方所捕的四十八人 意味至至少近二百個白衣人 尚未歸案 警方調查兩年 只是交代過捕了多少人 那究竟警方掌握的白衣人疑犯 一共有多少人 當中有多少個未被捕 我們七月底追問過 但警方沒有正面回應 除了人數 記者還找到三個新發現 手中白衣人暴動案 有被告因為紙碼市民罪成 但我們發現 不少涉嫌私襲的白衣人 反而未被檢控 例如元朗站集機這一幕 有篇段顯示 這二十個白衣人 涉嫌私襲 或者持有武器 但至今只有這位 在場指賣的白衣人被檢控 為何沒有動手的被人告 有動手的反而未被檢控 律政司七月底回覆的時候 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要有充分證據 合理機會定罪 才會提出檢控 何君堯多次否認 和721襲擊有關 不過我們發現 曾經和他握手交談的六位白衣人 都涉嫌在元朗站 襲擊市民或持有武器 何君堯認識不認識他們 有沒有主動向警方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我們7月底嘗試向何君堯了解 但是截稿前未獲回覆 記者亦認到 當晚在南邊圍聚集的白衣人裡面 至少有7個涉嫌在元朗站施襲 或者持有武器 警方當晚沒有抄襲現場所有人的身份證 亦沒有即場作出拘捕 有多少個白衣人疑犯逃脫了 警方又會怎樣認回在場的白衣人 警方7月底回覆查詢的時候 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表示一隻揭而不捨更進調查 沒有放棄過任何線索 立場8月初 看出影像分析報道後 警方再拉多兩名白衣人 立場8月初 警方4月小夜 警方4月1日 警方4月1日